泡台山最近開了一間東一專門店 裝修閒美式的復古風格 混合日本元素 齋體門口完全不像一般香港的小店 其實這間店舖是我和另一個partner Phoebe一起開的 之前我們本身兩個都不是從事飲食行業 其實我們是做Graphic Design 另外Phoebe是從事Wedding Deco 當時我們兩個都離開了一份工作 一起做飲食業 之前有跌過 也曾經開過咖啡店 但最後各種原因結束了咖啡店 之後就開始我們兩個走出來 想怎樣可以做些甚麼 決定做我們都很喜歡吃 令人很開心的冬甩 冬甩色彩繽紛,口味更多 款款都是兩位老闆的得意之助 這個其實是法式焦糖燉蛋的冬甩 法式焦糖燉蛋是需要焗 然後才可以成為一個燉蛋 我們就將焦糖燉蛋和吉士 兩個做法混合了 變成一個可以是液體化少少的一個焦糖燉蛋 首先就是倒入冬甩的中間 填滿了之後我們上面還會灑砂糖 做一個火槍燒出來的焦糖面 我們自己推介就是檸檬茶口味 為甚麼會想檸檬茶這個口味呢 其實我自己之前很喜歡吃檸檬糖香的口味 所以我就想怎樣可以令到大家可以試到檸檬的口味 但亦都可以成為一個受歡迎的口味 所以我們就想到香港人最熟悉的檸檬茶 那個茶底其實我們都是用英式茶包去沖了一個茶 沖了一個突龍的茶底 然後再用紳絲檸檬汁去煮一個醬 上面還會加一塊檸檬片 大家可以吃完 其實我本身另外還有一個角色就是咖啡師來的 所以我就自己打了一個Expresso 去做我們自己的咖啡芝士口味 所以那個咖啡味就會濃烈一些 我們就跟本地炒豆的公司合作 炒了一種是屬於我們自己的豆 就是比較平衡的酸味和烘焙味 每一個冬粒都是由兩位老闆親手做的 開業務內已經吸引了大量客人來捧場 背後到底有什麼秘密呢? 其實做冬粒的過程就不是很繁複 但是時間就需要很長 因為冬粒其實它中途需要發酵兩至三次 首先我們就量好了麵粉、酵母、糖和鹽 還有我們有香料粉在裡面 之後就要將牛油先融掉 可以令到那些酵母可以令到他們 Active 了它們 之後我們再加鮮奶和蛋 然後再用機器 將這幾樣材料打成一個麵團 然後再搓 發酵一個小時之後再放入冰箱 再發酵13個小時 之後第二天我們就可以拿出來 推開它再拆一點點 然後就可以切成一個模 之後再發酵再炸 其實主要我們覺得真正的冬粒 或者我們喜歡令到開心的冬粒 就是有一個洞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冬粒 就是口味的全部 就是上一個醬 我們注重的反而是包底的質感 大家可以吃到冬粒麵團的做法 由於人手有限 他們最盡都是做到150至200個 所以店舖現在分了預訂和walk-in 兩個購買方法 希望可以讓客人多吃到他們出品的冬粒 就是我們做冬粒的過程 其實都經歷了一段時間 原因就是因為近期疫情 就變了沒有得去旅行 就是大家以前很喜歡去韓國、日本、台灣去買冬粒 我們香港又不是很多冬粒店 而且香港人其實都不喜歡吃很甜的冬粒 於是我們都浪費了一段時間在想 究竟冬粒的口味是怎樣 因為太久沒有了 於是我們就嘗試去找家人、街坊做白老鼠 然後我們就去試不同的麵粉和糖、發酵 時間的比例 去找到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冬粒口感 兩位老闆每天基本朝十晚三地不斷做 除了多謝客人支持之外 他們還說多得有家人的幫忙 說起嵌檔 我相信如果來過的客人應該都見過 因為兩個人很貧窟 又要收錢、覆客、搓麵團、點醬、炸凍粒 很開心就是我們有很龐大的家人流盾 所以大家會經常見到 除了我們兩個之外 還有不同的表哥、表姐、媽媽、阿姨 就會過來幫我們忙 我們很多時候會令到客人失望 因為來到的時候 我們就下了半閘 因為我們其實在裏面 努力地搓這個麵團 令到可以有更多的冬粒 做到給大家 所以我們可能要專心 就會下了半閘 希望大家多多見諒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